哦,好的,先呢,要先说,关于三法印这个跟儒德法师说的这句话, 我有没有说,但我不敢肯定,但是后面有这个疑问呢,我倒是可以帮忙解答。 所有的一切的教授都是要叫一个行者当下照料他根本本来的佛性, 所以叫做佛教,在这个佛性上面学习,叫菩提道见词,叫做大觉的见词, 因为菩提者就是大觉性体。 大觉性上你仔细思维,平常我们在日用当前, 它就自然而有真俗两个方向,两个区块,叫做真地俗地。 真地就是现前你所有的一切感受随缘的当下, 哪怕是仍我对待一切感觉的世间,那都属于俗地。 仔细思维,这个俗地当前没有一个不败坏的, 凡水有向,无有不坏之处, 你要刻意让他不坏,那也有根本无有是处。 你要刻意把它聚集在一起, 聚集在一起,他将来必定还有死亡灭坏之时, 就算灭坏都是散尽当下。 你可以要在俗地上面,约束哪一些不散, 约束那一些不散,就违背了三法印。 要让你懂得三法印时,是告诉你诸行无常。 你是因为在诸行无常的俗地之中, 你都知道它是无常, 你就不会攀缘俗地的感受以为是真实。 你只要不攀缘俗地的感受与真实, 真地自然现前。 什么是真地? 你觉得这一些俗地当前, 那个能觉的心是真地, 那个能觉的心非生非灭。 它能觉生绝灭, 但它绝对不是生生灭灭, 那是真地。 没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根本的决心, 你哪能够起成那么多生生灭灭的俗地? 所以佛门之中晚刻回向愿诸法常住, 是正一念根本的佛性常住, 因为这个佛性常住住在何处? 就是你了解这一切生生灭灭的当下, 你越明白这些生生灭灭当下, 你就能越体会能明白这些生生灭灭的那一念真地, 从来非生非灭, 那一个是常住, 那一个是永处在生灭当前, 也不被它生灭的常住。 这一念心, 它不是像俗的, 这一念心的发心最初, 就是要向真地之中, 向佛性中去认的。 怎么在学习的时候, 你面对的那个领导的像, 它不能再俗, 因为女人的像, 在家的像, 它这个像就是再俗。 下手要跟三法印相应, 都逆逆之间, 你面对的学习的方向, 甚至于立的那个像, 都不能有再俗的因缘。 但有一点点再俗的因缘, 那就永远只是抓着世间感受上面, 明明要生灭的东西, 你却刻意要令其不生灭不散, 那叫愚痴, 那叫违背三法印。 你就会知道, 就在这些生生灭灭, 必定散尽的当前, 有一个根本不生不灭, 不随他散尽, 但是他能明白一切生灭, 明白一切散尽的那一念佛性, 那一念是永远常住的。 哪怕是将来我们生生死死死死, 生生这一念心, 也从来不随我们生生死死。 虽然现的像中, 有生生死死的轮回, 但它能现, 能现人, 能现鬼, 能现天, 那能现的那个能, 从来也没有真正生生死死过。 这才叫做明白三法印。 所以明白三法印, 要先明白无常, 明白无常的目的是要你知道, 能明白无常的那一个心是谁, 那才是真正三法印。 为什么说福祉千万不能医治一个白衣, 再加女众为学习的方向? 因为那就落俗啊, 那就执着于俗啊, 最初在维系的行为之中, 你还不知道如何为自己导引, 那都是不修心, 不学法, 真正一切法不知, 一切心不知的人。 其他人的维系因果, 他们当然分不出来。 你还小, 或许师父讲的话, 你不见得能听得懂, 但是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, 慢慢去听。 你今天问的这些问题, 假如可以的话, 我不以你的名字, 但是可以贴到网络上, 让大家认为这个三法印, 诸行无常这句话, 老是起身疑惑, 也可以借你的问题第一大众。